网传大陆疑似国产电动车当街自燃,消防员救火时高压水管两次断开。 日前网上热传一段视频,显示疑似一辆国产电动车在街边自燃,火光熊熊,浓烟滚滚。 不远处停放一辆消防车,消防员正在忙着准备救火。 首先,消防员拉出长长的消费水管,一名消防员手拿水管前端的喷水枪准备喷水救火。 结果消防车的水龙头刚刚打开,水管和水龙头的接合处就断开,水流都喷到地上。 消防员急忙关闭水龙头,重新连接。 接好后,再次打开水龙头,水流刚刚沿着水管走了十米左右,两个水管之间的接合处又断开了。 拍视频的女子用疑似男方口音嘲笑这些消防员,又掉了。 消防员只好再次关闭水龙头,重新连接水管。 这次水流终于从喷水枪中喷出。 这时,该电动车已经燃烧多时,车顶已经基本看不到火苗了。 中共当局重点支持的国产电动车自然非常频繁,社交媒体上相关视频不断。 但在中共压制下,很少有媒体报道。 北京时间19日下午,辽宁丹东凤城市一栋居民楼13层发生爆炸,将外墙炸穿,周边商户玻璃都被震碎。 地方当局只称伤亡待茶,直到当天深夜仍无下文。 2月19日,网上传出多个关于辽宁省凤城市一小区发生爆炸的视频。 一个视频显示,某小区一栋高层居民楼正在燃烧,浓烟滚滚。 有东北口音的女子称,楼上着火了。 后续多个视频显示,一栋高层居民楼13楼一户外墙出现破损,窗户和侧墙被炸出大窟窿。 楼下散落着大量残骸。 爆炸楼层所在,整个单元的窗户几乎都出现破损,相邻几个单元的窗玻璃也受到波及。 陆媒报道,爆炸时间为19日下午20许,地点为凤城市汉林府小区南区3-4号楼。 附近多名商户称,爆炸发生瞬间,临近楼房和临街商铺受到波及,产生明显晃动,像地震一样,这些商户的窗玻璃都被震碎。 一名商户说,应该是燃气爆炸,能看见火苗冲天。 凤城市官方只强调全力救援云云,但面对媒体伤亡情况的质询,则已正在核查为由回应。 但直至当晚11点30分,仍未见当局公布伤亡和损失情况,以及爆炸发生原因等等。 2月19日,上海市第二中学女教师被丈夫实名举报出轨16岁学生话题引爆网络。 该女教师遭通报,被停职。 网民称,道德败坏。 近日,网民发布消息称,2月16日上午,自称为该学校女化学老师兼高一班主任丈夫的网民,在社交平台实名转发,公开了多张该女教师与16岁高一男学生的微信聊天截图。 该教师丈夫斥责妻子出轨,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。 此事在贴吧等平台发酵后,于2月19日登上微博,百度热搜,引爆网络。 在舆论压力下,上海市徐汇区第二中学官网29日发布通报称,网传学校一女教师与学生存在不正当师生关系,正在调查,已对涉事教师予以停职。 齐鲁晚报19日报道,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称,已知晓此事,正在调查,暂停该教师教学工作。 报道称,该校多个部门均未正面回应此事。 网民留言说,未成年人,这不得坐牢啊,这种人也能当老师,道德败坏。 光停那下做老师的课,那16岁的学生呢?聊天记录我们可看到了有一点学生的样子吗? 龙年一时,中国异常天气频现。 2月初,中国中部,东部地区连续出现暴雪,冰冻天气,很多打工人被堵在回家过年的路上。 中国新年前后,气温开始回升,一年一度的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因天气变暖而提前十多天避原。 17日至21日又将迎来大面积寒潮天气,启温再度下降。 分析认为,这预示着中共流年不利。 17日,新疆出现大风和寒潮。 据当地天气预报,17日到18日,新疆多地将继续受到大风,暴雪天气影响。 其中,克拉玛一市,克州,阿克苏地区,巴州北部,东江等地,风口阵风达13至14级。 此外,北疆地区降温超过24摄氏度,局部地区出现暴风雪或风吹雪。 截至17日早八时,受强寒潮或特强寒潮影响,新疆3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雪,全疆最低气温降至零下41摄氏度。 另据中央气象台2月17日早上发布的寒潮黄色预警、沙沉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, 17日至22日,中国大部地区自西向东,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剧烈降温,伴有大风,西北地区伴有沙尘出现。 18日起,中东部地区会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,气温下降明显, 新疆、内蒙古、甘肃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2至20摄氏度,局地20摄氏度以上。 发布寒潮预警的地区,还有黑龙江庆安县和饶河县,以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和来阳市。 今年天气异常忽冷忽热,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,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,从来没有把自然界的变化单独去看。 在传统观念里面,有天人合一的观念,所以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会从自然方面反映出来。 如果是政治清明,那一定是风调雨顺。 如果是专制集权,迫害自己的百姓,到处以战狼的姿态挑衅世界,反对普世价值的话, 那么自然会招致各种异常的天气和一些灾难。 对于如此贫发的异常极端天气,独立撰稿人诸葛明扬认为,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,认为天灾必源于人祸。 他说,古人始终认为天灾就是天成,同时也是对行恶者和助纣为虐者的警示。 中共的暴政,一尊的狂妄和无知,使中国经济全面衰败,社会动荡, 这也是中共红朝灭亡的节奏。 社会暴力案件频发,气候异常,再加上挥之不去的疫情,对中共而言,真是流年不利。 京通一经的资深中医师,舒荣也曾在大纪元节目《精英论坛》节目中提到, 根据传统中医队五蕴六气推算,假陈年碎土太过,与世流行。 寒时阴冷的气候特点非常明显,整个一年的情况都是偏于寒时。 2024年春天会来一个倒春寒,秋冬又是寒时严重, 所以2024年也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。